各位朋友好 先问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做好迎接中国巨变的准备 现在呢 各种触发中国变革的因素 已经完全具备了 而且有些因素还在加速发展 比如说今天 川普就突然宣布对2000亿美金的 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增加关税 从10%增加了25% 而且还有威胁说 很快就会对另外3000多亿美金的 中国出口美国商品 也增收25%的关税 那么本来几天以前 大家都说这个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很快就会达成协议 怎么突然川普就变脸了呢 川普自己说 那是因为中共他想重新开始谈判 也就是说以前的谈判结果都不要了 大家重新再来 川普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明摆着就是要玩拖延战术 所以川普就要采取这种勒霆手段 来对付中共的拖延战术 到现在为止 中共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对川普的决定 做出任何的回应 估计是被这一记重拳打晕过去了 还没有缓过神来 思考对策 江湖传闻说 中共非常愤怒 原本预定的刘鹤去美国进行的谈判 说不谈了取消了 如果真的是取消了 那说明中美贸易谈判彻底破局了 那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将会大幅度消减 将会意味着这个外资企业恐慌性的出逃 意味着中共的这个经济在今后几个月之内彻底的崩盘 政府没反应 市场已经反应了 今天中国股市一开盘就大跌了 百分之四 如果今后几天之内 中共没有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 让川普改变主义 那么投资者信心会崩溃 股市会崩溃 经济整体崩盘就是必然结局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过去这两年 中共的这个国运可以说一泻千里 成自由落体状态 所有对他们不利的事情 都发生了 那本来中共认为 这个川普是很容易对付的人 突然川普就跟他们打起了贸易战 那本来有呀 这个一带一路是可以对外搞经济扩张的 那突然就发现不仅不能扩张 而反而是到处被围堵 投出去的钱的血本无归 自己走上了一条死路 中共过去这几十年发展经济 诀窍就是改革开放 所谓的改革就是把极异的人变成廉价劳动力 变成奴工 让他们生产大量廉价商品 那所谓的开放呢 就是把这些廉价商品倾销到世界各地 主要是倾销到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 所以这种假改革 这个改革是假改革 开放是假开放 他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市场对外开放 只是要别人国家开放市场 然后他们进去揉令 他们也不是要改变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制度 要这个实行市场经济 不是的 那现在呢 这个假改革那已经走到死路了 老一辈已经没劳动力了 那么新一辈的呢 又不愿意当廉价劳工 假改革走到尽头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和这个其他西方国家 现在也意识到了中国的这个廉价商品 对他们国家的这个损害 那已经意识到了中共啊 必须得停止倾销产品 必须平衡贸易 美中贸易战一爆发 这就说明了中共的假开放政策 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执行了40年的这个假改革 假开放政策走到尽头了 中共的国运也就走到尽头了 中共就会遭到啊 这个来自于两方面的这种打击啊 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这个国际势力对中共的打击 那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 这种打击啊 已经让中国的经济走到崩溃边缘 而且呢 这种崩溃 很快就会发生不可避免 下面接着要发生的事情 就是中共政权会遭到来自于 中国人民的打击 经济崩溃之后两三个月之内 一定啊 人民一定会走上街头 颜色革命一定会爆发 民变一定会引发兵变和政变 中共的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啊 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了 那么这种时候 在这个大便局的前夜 中国的有志之士 大家一定要加速准备 要准备团队啊 准备资讯 最最重要的还要准备 这个做好思想上策略上的准备 准备的人越多 准备的越好 未来的这个转型就越顺利 民主进程就越迅速 人民付出的代价就越小 颜色革命 它是中国未来变局的一个必由之路啊 中国走向民主的 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在过去几个月呢 就有几个国家陆续爆发了颜色革命了啊 像苏丹 阿尔及利亚 这个颜色革命已经初步完成了 现在啊 委内瑞拉革命还在进行之中 委内瑞拉的这个颜色革命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分析的样本 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 吸取他们的这个失败的教训 中国未来民主派的这个操作颜色革命的能力啊 就会得到增强 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局势 委内瑞拉是革命是一月份啊 爆发的 那个时候啊 我曾经跟大家啊 这个多次的讲过啊 颜色革命是这个总体战略 就是民变兵变政变三部曲 以民变为主啊 以民变引发兵变和政变 那么现在呢 这个委内瑞拉的颜色革命的进展呢 比较缓慢 其他的国家颜色革命呢 通常都是短平快的啊 短的一个星期啊 长的呢 也不过一个月两个月 就会结束战斗 但是呢 委内瑞拉这次革命过程延短很久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反对派 在战略战术上面呢 不过关 我一月份啊 讲到了这个 这个革命爆发之初 我就讲到了 这委内瑞拉反对派啊 犯了一些错误 那有一些不足 提出过呢 这个这个问题 也预言过啊 这次革命 委内瑞拉的革命 可能会时间比较长 拖的比较久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啊 我一月底的那几个视频 但是也这个委内瑞拉反对派 也不是一无是处 也有些成绩 比如说 民众已经被动员起来了 委内瑞拉全国各地 基本上到处都有反对派的地盘 那么大部分的老百姓 也站在了反对派的这一边 每次街头行动的这个规模啊 也不小 那其次呢 就是兵变的成绩也不错 中下层的这个官兵呢 有一部分已经公开的站出来 反对马杜罗政权了 那最近的好多次啊 这个瓜伊多 反对派领袖出来活动的时候 身边都有一些军人跟随他 但是呢 这种公开反叛的军人呢 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 所以对宪政权 他没有形成一个武装上的优势 还不足以让马杜罗啊 放弃政权仓皇出逃 这个由于民变和兵变呢 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 所以这个政治变革啊 政变还没有完成 那现在可以说呢 委内瑞拉的颜色革命 现在是处于这个决战的阶段 现在我们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啊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都会扯进 全国的牵扯到这个全国的政治 全球的政治格局 委内瑞拉也不例外的啊 美国俄国中国欧洲啊 都被卷入了这一次的革命 支持这个委内瑞拉反对派的 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 支持现政权的主要是俄国和中国 其中又以俄国为主 所以说呢 委内瑞拉现在也是一个国际政治博弈的场所 那么这些国际政治势力 那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介入这场革命的呢 第一 他们是提供资金 比如说美国支持反对派啊 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经济上的援助 俄罗斯和中国呢都不断的给马杜罗政权呢 给他输血 那第二是外交上的支持 美国啊 欧洲率先承认了 瓜伊多的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总统 那俄国和中国呢 就不断的在国际上说啊 你们不能干预这个委内瑞拉内政 实际上大家都在干预内政 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 那第三呢 就是策反和反策反 美国欧洲过去几个月 一直都忙着策反委内瑞拉的高层啊 包括军官 那现在据说有些将领已经产生动摇了 但是俄国呢 他这个 在给马杜罗政权呢 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上的帮助 那让马杜罗有机会啊 来抵制这种策反 因为啊 这种密谋的策反 密室策反呢 关键在于保密 那一旦情报上面啊 泄密了 那这个政权呢 就很容易控制那些高层啊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那第四呢 就是武力上的这种帮助 美国呢 帮助反对派政权的政府的 反对派的这个方法 就是告诉马杜罗政权啊 说你们呢 这个绝对不能够屠杀 上街抗议的那些老百姓 那否则的话 美国就会直接出兵干涉 把你给灭了 那俄罗斯呢 他们是怎么帮助马杜罗的呢 他是直接派了几百个 特种部队的军人 直接到委内瑞拉去 去干什么呢 不是去打仗 几百个人呢 打起仗来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主要是去啊 威慑那个体制内的高层 包括那些高级将领 如果那些高级将领啊 想搞兵变搞政变啊 想站到人民一边 马杜罗政权就可以直接的用这些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啊 对他们进行那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精准打击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俄罗斯的这个特种部队呢 因为在这种大动荡时期啊 委内瑞拉本国的那些军队里面 所有的官兵 他们随时都可能改变立场的 所以大家谁都信不过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只有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他不会改变立场 只要普京还在支持马杜罗 俄国的特种部队就一定会啊 帮马杜罗啊 来控制局面 呃 4月30号啊 上个周二 反对派有一个大型的这个行动啊 一方面呢 他们是动员了很多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全国各地啊 都有反对派的抗议啊 这个他们在首都啊 他们也发起了像总统府的这种进发的行动 我们在视频上面看见的规模确实是不小 马杜罗政权呢 也出动了大量的警察来阻拦 来冲击人群 那冲突当中呢 据说有人一个人被打死了 还有几十个人受伤了 视频当中显示出来啊 这个警察出动了很专业的防暴装甲车 据说是中国政府援助的 很有意思的是啊 这些装甲车啊 刚开始上街的时候啊 横冲直撞啊 而且直接撞向人群 看起来啊 非常吓人 但是呢 战斗力真的不怎么样 后来呢 我们就看见了啊 这个抗议的民众啊 就像这个装甲车扔燃烧瓶 一个燃烧瓶 就可以让这一辆装甲车失去战斗力 而燃烧瓶的制作的方法 特别简单 任何人家里面只要有酒瓶子 只要有汽油 就可以制作这个燃烧瓶 大家都知道啊 中共过去这些年呢 投资了很多钱 在全国各地 为警察配备这种防暴装甲车 专门用来对付上街抗议老百姓用的 那我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提醒一下 千万别被他们下猪了 委内瑞拉的人民 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好的实战经验 这次大行动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啊 就是反对派本来是指望着啊 计划着体制内的高层在这一天呢 公开站出来反对马杜罗政权的 那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谈话过啊 要军队高层呢 在这一天站在人 公开出来站在人民一边 如果是有很多的高层响应这个号召 那马杜罗政权那就到头了 那革命就成功了 但是遗憾的是啊 军队高层基本上没有人响应 而且呢 还有一些将领呢 是公开站出来了 但是是支持的是马杜罗 所以可以说啊 这个4月30号的这一场战役 反对派是打了败仗 预期的政治结果没有出现 反而呢 让马杜罗有机会啊 显示他的实力 显示他的邻居力 显示他的军队的控制力 这对革命呢 非常不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找到了答案 对我们将来中国颜色革命呢 至关重要 将来我们也要搞撤反军队的动作 怎么样撤反军队呢 在什么样的时期 说什么样的话 这对撤反是否能够成功 至关重要 那么 维利瑞拉的反对派 这是为什么没有能够 这个成功的撤反军队呢 有很多因素啊 比如说 我在上面啊 这个以前讲到 美国和这个俄国政治博弈的因素 这是一个因素 当然更重要的是反对派 他这个方法用错了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啊 他公开的号召高层将领呢 在4月30号站出来支持人民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你就是要他们站出来和马上啊 这个和马杜罗啊政权进行决裂 也就是要让他们呢 面对着巨大的人身安全的风险 因为这个时候啊 这些军队的高层的将领啊 他们实际上啊 他们是不掌握军队的 他们这个很多国家军队 跟委内瑞拉一样 那些军队高层呢 他们有官职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调集军队的 他们有权利 这个调集军队的时候 他们这个就有保障 没有权利调集军队的时候 你让他们跟政权决裂 那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就像八九年啊 这个罗马尼亚 报人民革命了 齐奥塞斯固要那个国防部长 说你去镇压人民 国防部长拒绝 齐奥塞斯固当时就把他给处决了 那么如果是啊 这个时候啊 委内瑞拉的反对派 他们手上啊 没有军队 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敢 不敢反对马杜罗 因为一旦反对马杜罗 马杜罗就会啊 动用这个俄罗斯的这些 特种部队 把他们给除掉 所以说他们那个时候是 绝对不敢公开支持革命的 那高层这个时候啊 将领不敢支持革命 他对革命派的士气 就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那也就给了 马杜罗一个机会 让他显示出他的权力 他的控制力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 反对派在4月30号 公开号召军队 将领参与革命 这种行动啊 是完全错误的 在战术上 这是一大败笔 我并不是说啊 这个不要策反高层将领 策反一定要进行 但是呢 策反高层将领 你必须用正确的方法 那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 首先啊 就是要让那些军队的高层将领呢 支持革命啊 要做到他们利益最大化 过去这几个月呢 反对派 委内瑞拉反对派 没有给他们提供 足够的利益 这个 比如说啊 这个瓜伊多 他跟高层喊话 说你们要是参与革命 你们过去啊 所做的那些罪行 就会得到特色 高层将领参与革命 他不仅仅是为了 得到一个特色 不仅仅是得到一个不坐牢的待遇 他们要的更多 他们要保住现在的权利 将来还要更上一层楼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反对派要肯向他们开支票 政治支票 让他们感觉到啊 跟着你一起战斗 得到的好处更大 比现在啊 跟着县政权好处要大 这个支票一定要敢开 一定要有这种气魄 比如说像87年啊 韩国这个颜色革命爆发的时候 反对派开出的那个支票啊 就足够大 让军队的高层 可以在新政权当中当总统 所以那个时候啊 军队的二把手卢太渝 毫不犹豫的就背叛了 他的老上级啊 老领导拳头换 98年的时候 印尼革命了 那个时候 印尼的反对派 也开出了足够大的支票 让当时所有的那些军队高层啊 都觉得他们将来啊 有机会当总统 所以说他们就集体叛变了 把他们的老上司 这个恩人 苏哈托啊 就给推下台了 如果是这个反对派 这个时候啊 太吝啬啊 对这个体制内的高层啊 有抵触情绪 觉得他们过去做过恶啊 不愿意给他们太多的利益 这就啊 太小气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不会啊 能够成功的撤反 这些高层 这时候革命呢就会受到啊 这个拖延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革命者 一定要忍人所不能忍 容人所不能容啊 要对那些体制内的高层 开出好条件 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啊 就是你要把这些高层将领 参与革命的风险最小化 高层将领呢 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各个这个啊 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对于政权啊 或者是军队高层来说 大变革大动荡时期 大家都非常敏感 任何动作都是攸关生死 这个时候啊 所有的人都会非常谨慎 绝对不会轻易出手 因为一出手 你如果不是完胜 那就是惨败 就是干脑涂地 所以说反对派在撤反 军队高层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 设计出一些方法 让他们支持革命的时候 风险最小化 怎么样才能做到风险最小化呢 就是当他们手上没兵的时候 你别让他们呢 去做任何的表态 任何的动作 只有当他们手上有兵权的时候 只有当他们手握重兵的时候 才让他们公开支持革命 那么什么时候 他们手上才有握有重兵呢 那在现代国家啊 这个军队高层将领呢 绝大部分时候 他们是调不动兵的 他们是光感失利 没有权力直接的指挥军队的调动 只有他们在执行具体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他们手上啊 才有真正的军事上的指挥权 他们才有真正的武力 那么在颜色革命当中呢 就是当街头的这个规模啊 街头运动规模足够大 常规的暴力体系 也就是警察监狱法庭 都完全不能够维护统治秩序的时候 统治者就必须得调用军队去镇压 这个时候啊 他就必须赋予军队将领实际的指挥权 这个时候军队将领呢 才有了真正的实力 这个时候他们支持革命的时候 风险就最小 所以说呢 关一多这次号召军队将领 这次革命呢 时机不对 你让那些将领在没有兵权的时候 去反对最高统治者 就是让他们去送死 他们怎么会干呢 所以正确的做法 就是啊 继续扩大民变的规模 想尽各种办法 增强老百姓对现政权的不满 对于这个新制度新生活的向往 动员大家一起上街抗争 要把这个现有的统治秩序啊 完全瘫痪掉 甚至是在全国各地啊 反对派在实力强的地方 直接建立反对派的政府 然后啊 与现政权 现在政权进行一次政治上的大对决 那么怎么样进行政治决战呢 方法很多啊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方法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就可以用这个罢工啊 罢市啊 罢课的方法 总罢工啊 在经济已经烂掉的国家啊 比如说像委内瑞拉 大家本来就没什么工作可做 因此这个时候啊 说罢工等于是没说 那么这个时候要用更激烈的办法 就要用让这个政权呢 完全没有退路的办法 比如说啊 包围总统府 86年菲律宾革命的时候啊 反对派就动员了上百万的老百姓啊 把这个总统府啊 团团围住 水泄不通 那个时候啊 独裁者他要挽救政权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调动军队来进行政权 但是过去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了啊 一旦到了这个时候 那军队啊 是绝对不会听从独裁者命令的 军队高层将领 他出于利益算计 放弃独裁者啊 参与革命 对他们来说啊 利益更多 风险更小 而军队的中下层官兵呢 看见这么大规模的民众运动 自然也就知道啊 这个民心 民意是站在哪一边的 而他们在利益上 感情上 本来就是和人民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就特别容易 这个时候啊 支持革命 所以当人民把统治秩序瘫痪掉啊 统治者必须用军队来镇压老百姓的时候 军队啊这个时候啊只需要采取一个简单的方法 只需要不作为 只需要不向人民开枪 他就是支持革命了 只要在行动上保持中立 就是在政治上选边站了 就实际上就是在支持革命了 所以越简单的这个行动 越容易执行的行动 人们呢 军队呢就越愿意去做 你越复杂 越这个越难度大的计划呀 军队就越不愿意去干 动员军队啊 去策划兵变 风险越高 让这个军队啊 这个枪口朝下啊 这个风险呢就最低 所以总结一下呢 现在的这个委内瑞拉革命还没成功 主要有两个方面失误啊 第一个呢 就是在民众运动动员起来之后 没有持续扩大运动的规模 持续的增加 对这个宪政权的压力 反而是啊 就是打一打停一停 走三步啊 这个进三步退两步 不行 颜色革命呢 是一个政治战 政治战呢 就要需要有自己的大本营 自己的主战场 比如说啊 这个埃及茉莉花革命的主战场 就是开罗的那个解放广场 这个反对派一直是占领着那个地方的 2014年的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也是如此 反对派占领呢 是这个首都中心的广场 这种持续的占领 让革命呢 就有了一个基地 有了一个主战场 革命的张力啊 就会持续的增加 当力量增加到足够强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啊 就向总统府进军了 向同志者这个发出了最后的政治攻势了 那委内瑞拉的反对派在这方面呢 做的相当不到位 第二呢 就是在策反军队的这个方法啊 不正确 没有向军队高层开出足够的支票 同时也没有啊 这个要他们呢 公开表态的时间也不正确 表态的时间太早了 这就是拔苗助长 那必须要等到反对派 动员民众占领了首都啊 逼迫马杜鲁啊 必须把这个军权真正的交给那些将领的时候 让他们去镇压民众的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才要求军队将领表态 那个时候啊 只要有一个高层将领表态了 那么整个军队的这个多米诺骨牌啊 就会倒掉 颜色革命呢 是结束现代这个专制统治的最好的方法 很多国家都是用这个方法 完成了民族转型 但是颜色革命也是个技术活啊 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战略战术 很遗憾的是呢 这个全国啊 全世界这么多大学没有一个大学啊 有这个教颜色革命的方法的 全世界呢 有很多这个很有力量的 很有这个势力的政府 比如像美国啊 他们有很多人才 他们也很支持委内瑞拉的颜色革命 而且我相信呢 瓜伊多和委内瑞拉的反对派 他们是绝对会接受美国政府的 这个指导和建议的 但是很遗憾 美国政府内部啊 他也没有颜色革命的这种专家 他们没有能够给 瓜伊多提供颜色革命 战略战术的 好建议 好在是呢 这套战略战术啊 并不是说很难 我相信呢 中国的反对派 中国未来的这些政治领袖 一定会比 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些反对派 要强很多 要明白很多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比他们干得好 我们这个共证讲堂啊 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系统的 关于颜色革命战略战术的 这种探讨的地方 希望大家 这些有心人 有志之士 大家抓住这个机会 在大变局到来之前 尽快的掌握这套方法 我们全民共证团队呢 会在这方面 给大家提供协助 在结束今天的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要先向身在法国的管先生 做个道歉 上一次呢 我节目当中 我讲到张健先生去世 讲了跟张健交往的一个故事 那么其中呢 就顺带讲到了 一位啊 从湖南到法国去避难的 维权人士管先生 他是张健啊 从法国移民局啊 救出来的人 我在那个视频当中说啊 管先生被就营救出来之后啊 很少参加这个民运的活动 也没有公开的向张先生呢 表示过感谢 那后来经过了解呢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管先生确实参加过张健 组织的一些民运活动 而且呢 在推特上也公开的向张先生呢 表示过感谢 所以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 犯下的一个错误 那么我在这里呢 要做一下更正 并且呢 我要向管先生道歉 希望今后啊 有机会啊 能跟管先生呢 一起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打拼 好了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nings